佩斯科夫說普丁總統要訪華 然後呢其實那個也可以看到 普丁跟習近平主席呢 規劃在今年上河啦 金磚這些也會進行會面 還說不排除在其他場合也會碰到 這是拉夫羅夫說的 也說中俄的關係是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而且呢其實 中美 中國大陸俄羅斯 這個友好程度是非常高的 那也說是前所未有的水平 我想問一下亮哥你怎麼看 中國大陸現在比較弱了大概是 英語媒體啦 國際話語權 就是國際話語權 不然以他的經貿力量跟外交的力量 因為他都避免用戰爭來解決問題嘛 所以轉實力 你若用外交 用經貿 這個一帶一路基礎建設 這個肯定就是 他能夠排名前面的主要原因啦 那 英國不要忘了他有BBC啦 對不對 他還有Financial Time 對 不過那個金融失誤已經被買掉了 那是日經知識 對對對 不過他有BBC啦 BBC還是很多人在看 所以其實廣義還是因為英語啦 對啦 說實在 所以 坦白講美國最佔優勢 真的 這兩個真的中國大陸 金融的力量還早 因為他資本上沒有開放 對 所以 我覺得最主要 事實上 可是你也看出 美國因為太強調這種東西 所以他的經濟的本質就有點虛嘛 對虛的 對不對 因為他偏貨幣啊 偏金融啊 那他的製造業就會空洞化 那他也沒有那個經貿的籌碼 可以去跟人家做連結嘛 比較難啊 比如說我看到最近的數字 中國大陸大概製造業還是占全球 大概27% 美國大概只有17% 是 而且美國的東西都偏貴 所以 所以真的民生用品啊 基礎建設用得到的 這個大部分還是中國大陸啦 是 所以 那至於那個中俄在接近 我覺得 有太多原因了啦 這個 最近這個美日結盟的升級 對 當然也會引起俄羅斯跟中國接近的 一個新的動力嘛 對 那拉夫羅夫4月10號 就在安排普京 連任之後的首訪 我想這個很清楚 我覺得 這個事實上我在你的節目講過啦 我認為普京連任之後 因為他任期是6年 對 所以從2024到2030 我認為他沒有選擇啦 就是要一面倒向中國 對 他也沒有其他的 可以的依靠 而且是 大國 可信任的依靠 坦白講是沒有 沒有 連歐洲都不一定可靠 任何一個國家都一樣 所以 以他那麼大的體量 當然就是 一面倒向中國 所以我認為這次普京 五月 訪華 我覺得會有 我覺得真的就是 俄羅斯就上不封頂了 中國大陸不會啦 因為有些領域 他不能賣嘛 軍事你不能賣 可是俄羅斯大概就是 願意跟 中國大陸在任何領域合作 我認為應該是這樣 那任何領域合作 當然也會包括軍事上 不只是技術啦 還有軍事上的行為嘛 那可能也會有更多布局啦 因為他要向東看 對 因為歐洲被堵住了嘛 那向東看 俄羅斯不可能只看中國啊 因為他亞洲也有一些老朋友啊 有啦 越南 他跟印尼關係也不錯 對 還有緬甸 緬甸也買他的軍備啊 所以我認為他會 想到亞洲透透氣啦 那也會想要撞到 他的太平洋艦隊 對啦 他的海軍真的比較用 因為太平洋艦隊 他只有潛艇 比較厲害嘛 作戰艦不行 我覺得作戰艦 他會跟中國賣 因為烏克蘭那個船廠 他用不到啊 所以他只好來中國買現成的 我認為中國如果 願意賣給俄羅斯作戰艦 那這個就是很大的 很大的 兩國軍事關係就是很大的升級 是 他可能也會因為這樣 願意把部分的技術 也讓跟中國一起分享 核潛艇嘛 很棒啊 還有一些啦 還有太空技術啦 還有長城預警雷達等等 他真的有互補的地方 中俄還是蠻多的 對 那亮哥我再問你一下 因為這個俄烏局勢啦 烏克蘭現在真的是天天就在哭啦 那哲倫斯基最新的說法說 烏軍有一支部隊呢 主動放棄前線的陣地 導致其他烏軍陷入了包圍 這隨便他說啦 可能就是撐不下去啊 對啊 撐不下去 最近那個好像是紐約時報吧 登了一個烏克蘭的人口分佈圖 你看到你真的會嚇一跳 因為二十到三十幾歲那個 就整個大凹槽 那是最精華的那個年紀 對 就是整個掉下來 就是人口分佈嘛 那就二十到三十幾歲 整個下限 一個時代 整個下限 那我認為兵力不足是最核心的問題 你倒不要講錢跟武器啦 你沒有人就是沒有辦法嘛 對啊 是啊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在烏克蘭境內已經散開了 而且目前喔 就是我們上次提到 普京現在在對外建立軍事緩衝區嘛 是 那幾乎沒有一個點烏克蘭守得住 對啊 就是沒有像以前那個奧夫迪夫卡啦 或者是巴赫姆特啦 馬里烏普爾那種堡壘城市 亮哥之前就說阿夫迪夫卡收了 被攻了之後就是一馬平穿 就是沒有堡壘城市 所以感覺就是 所以你說主動放棄就是撐不下去嘛 撐不下去 因為他守 防衛陣地並沒有做好嘛 所以你怎麼守 比如說我們講防衛陣地 你可能要做很多壕溝 地雷陣 然後還要有所有的機槍啦 坦克啦都要佈好陣 他目前沒有這樣的陣 來不及了 所以現在關鍵只是普京要怎麼打 那普京如何認為地面部隊往前打 還不是首要的戰法 我認為普京下一波要打的 可能是更殘忍的 他可能要把那3000公斤呢 炸壓拿出來炸 FAB3000 對 那可能就是要炸公用設施 對 那個很大 就是進一步要讓你的電廠 沒有辦法運作 那逼你投降嘛 我覺得普京現在的打法 已經不是要 要跟烏克蘭彈和不是 是要把他打到他 必須彈 他投降啦 這不叫彈和啦 就說我沒有辦法啦 就是這樣 對 所以他現在就是 軍事緩衝區打出去就建立 鞏固再建立再往前 推進 然後就是一路往這個 德烈伯河以東的地方 就是慢慢這樣往前推嘛 可是他推得很慢 他先去炸你的公用設施 對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 九月烏克蘭就滿冷 對 那可能 可能到時候老百姓 又會很苦了 老百姓會預期會發生什麼事嘛 嗯 比如說哈爾科夫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二十萬人沒有電 那那個地方冷起來 你怎麼受得了 是是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有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控